当然各位也常遇到就是说 这里面的资料 第一个当然是保护 所以不能动 第二个呢 里面的公式也看不到 可是如果说像 比如说你们 就其他人给你的档案 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而且你也看不到 它到底里面打什么公式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 有那个需要 就是说 你希望看到里面到底 公式怎么样 那你可能 如果照正常程序 你需要知道密码 但是呢 如果你不知道密码 你是无法看到里面的东西 但是呢 有一个方法 这个也是同学分享的 就是说呢 如果说你今天呢 希望可以把它 有点像 把它破解掉 其实有一招 怎么样做 第一个我先把它关闭起来好了 那当然关闭之前 我先把它储存 储存之后呢 如果说你希望 能够做破解的话 因为之前有同学跟我分享 说老师我有一天突然 用了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他说无意间呢 他把档案怎么样 传送到Google的云端硬碟 然后呢 莫名其妙呢 却发现一个状况 但是呢 上传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 先把它转换成Google的试算表 意思本来是微软 Israel就是微软的试算表 那你要传上去的时候 把它转换成Google的试算表 Google的试算表 它没有保护的功能 没有教育 保护功能 所以呢 他会莫名其妙发现一个状况 说 他本来有保护的 突然间呢 就变成没有保护了 那后来我想 那这一招的话 其实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呢 可以用在 如果你今天希望怎么样 希望就是说呢 本来你看不到里面的公式 但是呢 你希望看到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档案呢 传到那个Google的云端 应该各位有用过云端一点吧 你可以用拖拉放 或者你可以怎么 用那个 这边有一个按右键 可以上传档案都可以啦 我习惯用拖拉的 拖拉的时候呢 记得 设定里面呢 要把它改成转换 所以我刚刚这边 有个设定 把它记得这边要打勾 如果打勾的话 他就会帮我把什么呢 把那个Excel的 这个档案 传送上去的话呢 会变成Google的试算表 Excel的试算表 变成Google的试算表 那他因为没有这个功能 所以他怎么办呢 就 有点 无中 无心插流 就把什么呢 把这个 里面的公式 有没有 保护给完全破解了 所以 如果说你希望怎么样 有些东西 假如刚好人家给你个档案 结果奇怪了 为什么都不能做啊 也不能看到里面 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那你希望看到的话 有这一招哦 那你想说 老师那我放上去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再拿下来 可以 档案里面有一个叫做下载格式 你也可以把它怎么样 下载成原来Excel 那又恢复成原来状况 只是差别在他把里面的保护呢 给取消掉 也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也是 这个应该算什么呢 这个不是刻意为之 所发现的一个功能 所以这招可以学起来 如果以后呢 实在是没有方法可以找到密码的话 其实这也是一个方式 所以这延伸性跟各位分享一下 这个方法 那另外就是说呢 这个第一个是 算不是正规的啦 但是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那第二个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我希望能够旁边增加两个按钮 按下去之后呢 我们前面讲过 我希望能够先把那个公式丢到这边来 然后呢 自动帮我怎么样 自动帮我把里面的结果给显示出来 但是我们丢的话 因为这边会跨工作表比较复杂 VBA的程式比较难写 所以我们就丢公式好了 丢公式还记得吧 丢公式的方式的话呢 一样在开发人员里面 我们先什么 Visual Basic 然后呢 记得哦 因为我们这个时候呢 假设我已经开了两个档案 这个档案跟这个档案 所以你Visual Basic里面呢 一样会有两个专案 所以记得呢 你写程式 不是说你看到Module 你就把程式写在这边 你会发现写在别人那边 你记得哦 不是写在这边哦 应该是写在那个 就是这个教师研习统计表的这个地方 按右键 把它插入一个模组 记得哦 因为我们如果要写在我们这个档案里面 记得要写在这个模组 再来的话呢 我们如果说希望怎么样 插入一个程序的时候 不过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插入程序 假如我这边的名称 叫做教师研习统计好了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 给他一个名称 教师研习 实 统计 OK 那一样是一个sub 然后呢 另外有一个是 清除好了 那前面讲过 你可以怎么做呢 一定是跑一个回圈 那前面 讲过就是 for i 第几列呢 等于 等于第二列 到 它的最下面列 但你可以用什么 从range向下追踪 比如说从a2好了 a2向下追踪的话 那点and 前刮符 然后向下 sldown 点ro 抓到它的列 然后net 那做什么呢 把公式丢到它 对应的这个储存格 那我们对应的储存格呢 是c栏 所以打一个sales 刮符的哪一列 所以先是列 第i列 哪一栏呢 第c栏 里面等于什么呢 先打一个双引号 还记得吧 这边打错了 这个我打 多一个双引号 那再来就是 把公式贴到这边来 当然这个其实就清除了 所以你可以干脆把它 c 贴到底下 这边也许叫做 实书 清除好了 那再来的话 就是把公式贴到这边来 修改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就是 如果说它的列会变动 那你就改 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它如果有双引号 你就要把它改成 那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第一个 还是先需要把这个取消掉 我先把密码加上去 第二的话呢 把这个公式怎么样 复制 贴到我们的VBA的后面这边 不过记得先取消掉 不然油标放不过去 先在这里把它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呢 再来先确定第一个问题 有没有双引号 里面好像似乎刚好没有双引号 所以没有双引号就不用改 第二的话呢 就是我要知道 哪一个是I 所以你油标可以放这个 往下点 你会发现哦 会有两个地方变动 哪两个地方呢 这个B 有没有后面这一个 后面这一个 它会变动的话 那就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I就可以了 有没有 2双3双4 有没有 那其实基本上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后面的 这个这个B 后面这一个 这个东西呢 改成I 那我讲过呢 改I的方式就是 什么呢 双引号双引号 移到中间 endend 移到中间 再加一个I就可以了 然后呢 在end前后呢 加上空白 然后呢 做一个之后呢 如果有另外一个的话 再把这个双引号到双引号之间 复制 贴到刚刚这个2就可以了 其实会变动的吧 那它会2 3 4 5 6 一直往下 那你就直接把它贴上 这样就搞定了 程式写完了 应该没有问题了 那我们来诺诺看 Obo OK 当然呢 我们可以再做两个 按钮啦 好不过 我把按钮先加一下 按钮还记得吧 开发人员里面 插入 表单控制这样的按钮 把它拉一下 然后呢 我第一个是 教室研习统计嘛 然后把这个 加上去 因为这些 有些其实前面都有做过啦 所以 我是建议这些 一定要非常的熟练 因为呢 这个方式 如果你熟练的话 那以后你只要 想要产生什么按钮 就其实非常快 那把它Ctrl C一下 把这边再改一下 接上 宽度不够 拉一下 好 这样按一下 清除 统计 OK了 有没有 所以以后你后面资料 如果变动的话 前面按一下就好了 清除 其实还蛮实用的 可是呢 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 教育 再把它保护 刚刚是取消 对不对 现在呢 如果你把它加回去的话 那因为不能改 可是VBA能不能改 按一下就知道 清除 马上怎么样 出现错误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范围 一样是不能更动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要丢一个空置 算到这边 它一样卡住了 所以 接下来等一下呢 我们就要来讲就是 如何 把VBA本来不能的 变成可以 那这个也是之前同学 遇到的问题 因为 他为了写VBA 他如果不会动态的 去掉那个密码 跟动态的加上密码 这个叙述的话 他变成他就是不能加保护了 不然他VBA就不能执行 所以如果说 他要加这两个动作 该怎么做 这个我想等一下 我们再来看好了 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 只是说 这个保护跟不保护部分 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一下 就是先完成到 我刚刚讲这里 等一下的话 我们再来看 如何在动态的 取消保护 跟加上保护 这部分 那刚刚我主要分享 第一个 就是丢到Google的 那个云端硬碟 前提就是 你要先设定好 你能够转换 因为一定要转换之后 他才会把保护给 去除掉 这个是 有点无心插流 发现的一个 破解的方法 所以以后呢 这一招你可以学起来 因为工作里面很多人 他一定会保护 谁不保护 对不对 这也算是 你说不是智慧才很全 至少也是个机密吧 或者是你自己 想出来的方法 或者里面 还是会有一些 或多或少 不能让人家知道 的一些 做事的流程 或怎么样 但是呢 如果你希望 能够很方便的 快速的看到的话 很简单 这个完全不需要 做任何事情 你只需要怎么样 把Excel的档案 上传到Google云端 硬碟 再来就是 他会自动转换 把那个功能拿掉 那自然就是 就是保护取消 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如果我用VBA 来做的话 假设我们复习一下 如果我要动态的 把SAMIF 刚刚的公司 丢到指定的储存格的话 请各位先试一下 会有两个按钮 这个两个按钮呢 它能够被执行的 前提是 你不能设定保护 设定完保护 程式 就会卡住了 所以呢 衍生出来 等一下的问题 我如何可以 动态的 取消保护 跟动态的加上保护 这个待会再来看 请各位先试一下 刚刚讲的部分 呢